遊戲王的新世界即將開啟我們的Valince世界還有連結召喚已經要在9月18號進到我們的Dulix裡面 對那我相信大家應該是還蠻期待的那Valince的話 他在前幾天有做一些相關的YouTube的直播然後有一些情報就有被放出來那我們來大概來稍微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的決鬥的話會從30秒變成40秒那因為這個是無可避免的啦 因為畢竟你的這個時間長那當然所花的時間就會是長的 對然後他有新增主要怪獸區跟額外怪獸區的不一樣 對因為以前的話因為沒有特別有額外怪獸格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是以場上的怪獸格為主 那現在的話因為有額外怪獸區那我們就要把這個講清楚到底是放在哪邊 所以譬如說場地的話他就會是主要怪獸區場上也是好 然後怪獸卡區的話也叫做主要怪獸區那就跟額外怪獸有一些區別 好那額外怪獸區的話基本上就是 就是給令克怪獸跟這個鐘擺怪獸登場的地方 就是你從額外牌組出來的卡片可以放在額外怪獸區 那哪一些一定要放在額外怪獸區呢 像是令克或者是我們的鐘擺 對那在這個之前的之前是鐘擺召喚 從額外牌組特殊召喚的怪獸只能一隻 那在我們7.0版之後他就可以使用鐘擺召喚 從額外牌組特殊召喚的怪獸會先置額外怪獸區 那你也可以放在令克怪獸的接頭端 意思就是只要有令克怪獸應該就可以解除一次只能一隻的這個限制了這樣 好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一些情報 好第一個情報是9月28號我們的Blinx就確實的這個開啟 然後裡面會有一些相關的角色 例如鬼種豪 然後忘記那個中間那個叫做什麼名字 然後還有我們的Playmaker 就是我們的藤木遊座和AI AI就是這個伊格尼斯被封印在他的手手裡面 好那他也展示了一些相關的一些技能的說明 對那因為看不懂日文我就沒有特別去理解 還是什麼意思 但是基本上不外乎就是譬如說放入他的相關的 決鬥開始時先放入他的相關的一些牌啊 可能跟令克有關 馬魚者相關的吧 大概是這樣 好那這個角色他用的叫做轉身炎獸 那轉身炎獸在史卡牌應該是非常有名的 對那也有一些相關的技能 好那什麼什麼布魯納 不知道要怎麼念 然後我們的鬼種豪的話是用鋼鬼牌 一樣也可以打一個令克 對好那第一個大情報就是我們即將要送一些新的東西 就新世界開啟BLINKS的紀念的東西 會送哪一個什麼10個加UR 一個一個5什麼什麼什麼的 這個應該是會確保你可以種吧 種一枚UR 然後再加1000寶石 然後技能票一張人物票一張 重點是右下角的這個夢幻的UR券跟SR券 都會有這個相關的可以讓你送 那我相信大家可能也累積了不少的夢幻的UR跟SR券 好那還會送你三張賺卡 一個是馬魚者 一個是電子男烏跟一個什麼秘書的 好那馬魚者的話是連結怪獸LINK2 那要用效果怪獸兩隻做連結 那這張卡的攻擊力上升 這張卡所連結的怪獸數量乘上500 那他是連結2 所以他最高應該是可以上升1000 只要這張卡在連結怪獸區 只要這張卡所連結區有怪獸 這張卡不會戰鬥跟效果被破壞 是LINK2的怪獸 而且會給你賺卡的 然後是電子界男烏 對他是可以把對手從攻擊變守備 然後還可以有貫穿傷害的 然後被分祕書應該是電子界竹的手牌特招點 自己廠上有電子界竹怪獸時可以從手卡特殊召喚 那這三隻都會送你 對都會免費的送你三張賺卡 好來接著就是我們的新的商品 會有兩個 一個是我們的解馬魚者的一個牌組 這個大包 然後跟一個 這是什麼忘記什麼馬魚者的一個套牌 對那通常根據晚熊哥的經驗就是 只要是新世界開啟的 通常一開始所有都沒有到很強 對所以我覺得應該還好 好那解馬魚者效果怪獸兩隻 他是LINK3 箭頭上 上左下跟右下 效果怪獸兩隻 珍珠卡攻擊力上升 連接區的怪獸數量乘上500 那自己廠上 以自己廠上的卡牌為最像的魔法陷阱 怪獸效果由對方發動時 把這張卡的連接區的一隻怪獸解放發動 那個無效 也就是說你有連接的話 你就可以抗對方的發動 而且他沒有限制 只能抗一次 對所以如果你的連接越多 你能抗的就越多 而且攻擊力也提高的越多 好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是轉身炎獸 那這張轉身炎獸是 炎屬性怪獸兩隻以上 做LINK3 那這張卡連接召喚成功時 以對方魔法陷阱區的一張卡為對象發動 那張卡回到持有者卡可以彈牌 或者是這張卡用轉身炎獸炎至多獅 當作這個素材的時候 也會合以場上一隻表色表色的怪獸 換自己目的的一隻怪獸為對象發動 作為對象場上的怪獸攻擊力 指示回合變為目的那隻攻擊力的相同 對可以增加攻擊力 挖礦 挖礦就是檢索電子戒族的一張重要卡 對這張應該是還不錯 因為可能會出一大堆跟電子戒族有關的 但是他要捨棄一張啦 好然後牆牆壺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對然後還有什麼設立什麼連接殺手 自己場上沒有怪獸存在的場合 這張卡可以從手卡特殊召喚 對還算不錯的一個特招點 比電子戒龍還好用 一回合一次把最多兩張手卡丟棄 以丟棄的數量的場上的魔法陷阱卡為對象 才能發動那些卡破壞 這兩...這個...怎麼少一張 我記得還有一張 好就是編碼魚者是Link3的電子戒族怪獸 兩隻以上做連接 對那這也是這個套牌的封面怪獸 對好那我們再來看 呃他有還有放出跟Link一些相關的一些情報的 相關的一些畫面 我們就簡單來看一下這個畫面大概是怎麼樣 馬魚者他在這個連結的時候就會有這些動畫 好那連結的時候會看到怎麼樣的畫面呢 譬如說這一隻卡要連結的時候他就會先問你 你要你的額外怪獸區就會有Link2跟Link1 就是看你要哪一個 然後你就點選之後 譬如說你現在選Link2 那你就需要兩個Link素材 那你的話就可以去挑說你要什麼樣的Link素材 這樣子 好那接著就會有像Master Duo裡面一樣的這個Link 你看他就會有這個光亮 然後他就會兩隻怪獸就會進到這個箭頭的地方 好就進去之後 唉就可以做這個連結召喚 那連結召喚出來的怪獸我們來看一下哈 好然後就會Link出像這隻怪獸 那就可以從上面看得出他再放在額外怪獸區 對而且你發現後面的那個是寫一個7這個字 就代表說我們的額外卡牌應該可以放到7張了 對也就是情報是還蠻明顯的 好那希望大家可以這個對Link燃起一些Duel Links的一些 這個希望我們就來好好的期待吧 我要來去吃拉麵了